朗大炮 诶,大家好,又是 Thomas 跟说摩托了 我是罗大炮 I am Thomas 跟 大家都懂噢,我时常都有跟着 Cardenas Racing 一起去出国啊、日本啊、中国啊 何必要啊, 中国啊, 东南亚了一句话 然后,这个Saku 没有来过 好 我要怎样 要拍摄嘛 是不是 你要抓角度 人家怎样 corner 你要抓那个最美的角度 有些视频 有些角度是他拍的 有些是我的拍的 接下来 你们就看视频 就是这样子了 ARRC 俗称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是由马来西亚两轮赛车有限公司于1996年开始主办 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FIM所认证的 亚洲区内最高级别的摩托车锦标赛 ARRC 包含四个开放式级别 亚洲超级摩托车1000cc 超级运动组600cc 亚洲量产组250cc和弯梁150cc 以及TVS Asia单一品牌赛事 作为年轻车手晋级世界舞台的桥梁 每个赛季都迎来很多出名的车手的参加及挑战 每个人都有两条路 一条在脚下 是征途 是挑战 一条在心中 是恐惧 是寻找 最值得自豪的不在于重步跌倒 而在于每次跌倒之后 都能再次爬起来往前冲 222 is going to take it 222 FORMI BASAM is going to take the victory FORMI BAS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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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放弃 最终都会取得胜利 FORMI BASAM FORMI BASAM 在比赛这一方面 你觉得怎样 不错啦 有学到新的东西 学到什么 学到他们该玩的姿势 好像UB150是怎样的cathletary 是不是近距离看的感觉不一样叻 很少近距离看啦 比赛 比赛第二 友谊第一 友谊第一 所以不管你来自哪里的队 什么队都好 比赛第二 友谊还是第一 我愿意 回JB 了啦 我回JB 了啦 太累了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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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